政治焦点来关注到的是 国会职权修法复议案 遭到了立法院否决之后 总统赖清德在今天 依照程序完成了签署 不过赖总统也举行了 任内首次的场庭谈话 立刻宣布申请示线与战事处分 赖总统强调 这法案的内容 不仅是侵犯权力分立的原则 更可能会侵害人民 就连外商都担心 商业机密因此不保 所以就请求宪法法庭 裁定核线性 而目前除了总统府之外 包括了行政院 民进党 立院党团 以及监察院 也都先后宣布将提出示线 我将向宪法法庭申请示线 以及暂时处分 总统赖清德发表任内 首次场庭谈话 亲自宣布针对国会极权修法 申请示线 我们反对国会扩权 不是反对国会改革 确保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 保护人民的权利 是总统的责任和使命 定调修法内容 破坏宪政体制 赖清德24号 虽然正式签署法案 但也亲笔写下注记 审议程序 引发社会高度疑虑 条文更有宪政争议 因此要以总统高度 向宪法法庭 请求裁定 核线性 通过的法律 有涉及违宪 在大法官还没有做出 示线结果之前 也不宜贸然采取行动 同步申请暂时处分 向在野喊话 等待结果 毕竟这法案内容 更可能冲击企业 一般法人 外界就担忧 台积电商业秘密 也可能不保 甚至就连外商 也都有疑虑 企业界 外国商会 甚至国际的关心 他们很担心 如果这法律一旦实施 那企业的商业秘密 可能不保 特别选在以往 只有在新年 和碰上国内外 重大议题时 才会发布的 常听谈话 交代事件旅游 赖总统跟亲自要求 开放提问 要让国人了解 市政方针 我希望 能够跟社会大众 直接电话 也借由大家的问题 让我更了解 民意的所在 面对朝野对立 全力加强对话 直至目前 有七位大法官任期 十月底就要见满 未来接任人选 还得经过立院同意 预料在野党 恐将在出招杯葛 国会政权修法 事先漫长法律战 才正要开打 今天参观华为财 台北报道